大家好,回到原来三国寺 过去一个星期有几件大事情想跟大家分析和分享 所以这个星期俄乌战争就休息一下 讲其他事情,但是未进入正题之前 都要讲俄乌战争 很快地提一提,因为光头佬那件事 有些新发展,应该说有些新料 有新发展和有些新料出来 可以提一提,看看大家有什么看法 因为过去那几天,光头佬就出出入入 又飞去俄之后,又回到白俄之后 前几天有人在莫斯科见到他 似乎他就和俄罗斯政府和俄军高层开会 所以仍然有人说 这个军变兵变是一个局 他和普京设计一个局 骗西方,特别来说是骗CIA 因为CIA就给了他一堆钱 是说的是十亿以上的 去搞军变 还有美国传媒都在说这件事 但是他们就是说 喂,现在我们CIA被人满了 被光头佬满了 光头佬拿了CIA的钱 但是呢,但又不搞军变 OK? 所以呢,这样说法 似乎... 还有现在光头佬出出入入入 在莫斯科 似乎就更多证据 去支持这个论述 他和光头佬和普京玩西方 那个目标就是 喂,拿了CIA一堆钱 然后就可以在白鹅部署 因为白鹅那里呢 现在看一些照片 就看到他们是很多军营的 Vagner兵的军营 那里可以... 有几千人的... 再几千人的军营 那如果是... 一个局呢 就非常高招 他和普京这次的军营 但是我上次也说过 如果你其中一个目标 是想放兵进去白鹅 你不想设计这么多东西 你直接放就行了 白鹅和普京那么friend 但是如果你想... 如果你想... 就切个局出来 玩玩玩西方 C什么A肯给钱 拿他一大块钱 那里也不少东西 因为俄罗斯的消费和价格是低的 CIA那些... 亿美元呢 在俄罗斯可以做到很多事情 所以就... 这个论述是继续有人说的 那... 那... 因为... Wagner呢... 他们... 近几天呢 在非洲就救了一群中国人 救了一群中国开矿的minor 那... 因为... Wagner... 在赘利亚打完仗 他们就过去非洲 那... 江头佬都说 在非洲有很多项目的 那... 因为非洲很多国家 他们就不相信西方 但是他们自己就没有实力 那就... 找俄罗斯咯 但是俄罗斯又不方便派兵去 那不如... 对了 有些僱傭兵在这里 那些僱傭兵呢 又是我们控制的 那不如派他们去咯 那... 有几个国家呢 我知道... 现在在画面面前呢 这里就是Central African Republic 非洲中间的一个国家 那另外呢... 好像江国... Congo都有... 因为有两个江国的 一个就是Congo Democratic Republic 另外有一个江国是比较小的 我不记得哪个江国 可能是谁 甚至乎两个江国都有Vagner Anyway... 中原來Vagner兵 在非洲某几个国家 在这里... 做保安的 非洲那么乱 那么多武装 那么多恐怖分子呢 背后呢 是谁给他们金钱 给他们 美国跟欧洲 他们搞到那么乱呢 就可以控制非洲国家 如果西方国家在非洲搞乱了 那就不会团结了 不会团结西方政府尤其是法国、英国和美国 就可以继续抢些资源 控制某些非洲政党和政客 但是非洲人都会醒醒 如果不听西方话 很容易被人爆头,或者被人炸 所以就叫Fagner来帮忙 去保护他们,做保镖 对付西方那边的武装分子 这件事刚才说过在Central African Republic 没什么资料出的 只不过是说这帮中国工程师 和那些工程师受害 Fagner就帮了他们,飞了他们走 喝酒的照片 所以Fagner是继续在乌克兰和非洲工作的 OK,刚刚正题了 正题是想说两件事的 一件事就是伊朗入上峡 上峡大家都知道 不知就上网做一下功课了 这里不多说 上峡就有中国、俄罗斯、印度、中亚、卡塞斯坦、乌兹别克斯坦等 现在伊朗就加入他们 这个组织 另外呢 有其他国家是签了纸都想进去的 进入这个会议的 包括沙特、阿拉伯、阿联邮 好像埃及、印尼、缅甸那些都想加入的 其实都很像金砖这样的 金砖会,BRIX 金砖就是搞经济的和投资的 上峡就是军事、保安、反恐的 分别就是这里 白鹅也是,白鹅也想进入这个上峡 还有我不知道土耳其也是 但是如果土耳其进入就挺特别 还有未必让他进入 因为土耳其是北约成员 我想上峡 俄罗斯和中国不会容许一个北约成员进入上峡 但是这些很难说我不知道 到时才算吧 看看怎样 但是白鹅那些 白鹅、蒙古、缅甸、柬埔寨那些 如果想进入就会进硬的 因为地理位置 他们都是近俄罗斯、近中国 尤其是缅甸那些 尤其是缅甸的地理位置很重要 所以缅甸他们进入就会进硬的了 因为伊朗进入也挺大的阵仗的 因为伊朗也有工业和科技的 现在大家都应该知道 他卖了很多无人机给俄罗斯 也卖了很多军火和弹药 有一个有趣的相片 出来了就是伊朗 现在卖了一些80年代 90年代的中国弹药给俄罗斯 为什么知道是80年代、90年代呢? 因为你看看这张照片 这张照片下面就是弹药 上面就是Propelant 那Propelant的Charge 很明显地是更新的 2018年 你看得到的 2018年是印了在这里 但是下面的弹药呢 就是中国制的 因为有中文字 但是呢 看得到那个中文字 第二个字呢 是一些简体字 但是现在不用的简体字 是80年代、90年代用的 就是听回中国那些 非常之有经验、知心的军事家 他们说 这些是旧的简体字 就是军用的旧的简体字 现在不用的了 那么 凭这个字呢 看得到是80年代、90年代初那些 那段时间的 所以 这个弹药呢 152毫米的弹药呢 152毫米的大炮弹药呢 就已经三十几年了 也都可以用的 那伊朗现在呢 就卖给俄罗斯 俄军 去揣乌克兰 anyway 那 上级就多个成员 日后就会更加多的 主题呢 就是说 姐姐 姐姐 不是说你的姐姐 是说 家 和姐 刚才说 拼得衰 大家都知道 这宗新闻的了 就是中国现在呢 就 禁 家 和姐 不是完全禁的 只不过是 实施 出口 管控 export control 加呢 就是 Gallium 姐呢 应该是读个姐字 我不是太肯定 就是引姐的姐 只是如果看个字 那姐呢 就是Germanium OK 那这两款 金属又有什么料呢 那 这两款金属就很厉害了 用于在半导体 Aerospace 太空 火箭 和战机的引擎 嗯 核电厂 Optic Fiber 就是那些什么 光纤 另外一些Optics 用于在 化学工程 Biochem 5G的网络 和LED Display 我们的电话呢 都有这两款金属的了 那这两款东西呢 就是 化学那些东西就不说了 因为我也有二十多年没有读化学了 那 有兴趣可以查回他们有点厉害 那由政治和经济的角度 那就讨论一下 因为这些容易讲些 容易分析些 中国政府 用了这么久的时间去还击 就是很明显地 他们是 花了很多时间去考虑 如何去打回美国 用什么打 打多少 用什么力 他现在 中国是针对这两款金属呢 家和这呢 就很明显地是用了很多时间 做了很多功课的 有些传媒说 这两款是稀土来的 就绝对错 这两款金属呢 就绝对不是稀土 它只不过是一些非常重要的金属 那 中国政府和美国政府呢 都称这两款金属成为 strategic materials 就是一些战略重要的金属 那的确是的 刚才说的那些东西 又是晶片 又用于optic fiber 飞机引擎 火箭引擎 一些很特别的chemical catalyst 就是那些化学工程里面的吹化剂 5G网络 和LED 这些全部都很重要的 对现代科技 现代经济 现代工业 没有了这两款呢 这两种东西呢 就很多东西都停了 啊 还要讲完 刚才说了 用于在雷达那里 因为呢 Galium 加呢 它的compound 如果加上这个nitrogen 成为Galium Nitrate 就是GAN 它成为是雷达 一种很重要的parts 一种很核心的零件 如果大家有研究军事 都听过电子素描震裂雷达 就是ASER 就是Active Electronic Scanning Radar 的简称 中文就是刚才说过 电子素描震裂雷达 那这些雷达呢 是现在最先进的雷达 那我们解放军 现在最新的千二十 千十六 和千十C呢 就有ASER的 美国的F-35 F-18F 和E和F 都是用的 这些ASER Radar 那如果没有了 加Galium 做不到Galium Nitrate JN的呢 那就做不到ASER雷达的了 那现在中国政府这个措施呢 是的确是针对 Galium 是针对Galium 和Galium的Compound Galium有关的Compound 包括Galium Nitrate 那呢 那个玩法呢 就好像美国 针对中国 就是在半导体和光刻机 那个做法 一样的 就是 你想买 好啊 你申请个牌子 咯 申请途中 我会考虑很多东西的 看一下你 卖来做什么 那个end product 就是那个最后 产品是什么 如果是一些民用的东西 那就可能 给你过咯 但如果你用于在军事的东西 例如 F-35的雷达 那些F-35呢 还要放在关島来针对我的 那你猜我会不会 买些Galium给你 买些Galium给你 买些Compound 给你 当然是不会啦 或者正说 如果买呢 我都会弄到很困难 或者很贵 可能是这样玩法的 那 就是 现在就有这样的措施 8月1号呢 就是证实 开始的 西方那边 就是西方那边 就有些人说 哎 没什么的 你 你 那帮 芝拿人死蠢啦 这样做法 令到我们 可以 發展我们自己 美加 甚至乎欧洲 那些 Galiu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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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 姐 的 supply 那 令到你们 中国 就没有了 那个 优势咯 那 这样说法 就太简单了 原因就是 家 和姐 它 不是 挖出来的 你不可以说 喂 我在山上挖 那洞 挖得很深 就应该可以挖到家 和姐 不是这样的 家同姐 怎样得回来呢 就是要透过 Aluminium Processing 和其他 金属 Processing 才可以得到 回来的 尤其是 Galium Galium 大部分的生产 是 离于 Aluminium 铝的processing 你做铝 其中一个 byproduct 副产品 就是Galium 你还要生产 很多铝 Aluminium 才有少少加的 所以 如果你想要得到 大量的加 你要生产 極多 铝 明白吗 我希望 我说得清楚了 所以如果你想买得到很多家 你要首先有铝的工业才可以 你不可以说我在这里挖几个洞 然后希望挖到 这个绝对没可能的事 你本身有铝的工业 你就有家了 但如果你没有 还要是大规模 我不是说几间厂那只 大规模的铝生产 就先有家 这个世界生产率最强的国家是谁 就是中国 大家都应该知道 中国 俄罗斯 印度 加拿大 是这么多 但如果你看这些数据 中国是跑赢了九条街的 我现在展示这些数据给大家 你一看得到 中国和印度 那里是十倍的 我听人说 因为你现在面前的数据 是2019年的 现在俄罗斯应该是爬了印度的头 即是俄罗斯是第二 你想想 如果我想买家 之前就向中国买 但现在中国就有这些管控措施 我可不可以向第二个买 可以 俄罗斯 俄罗斯 和整个西方都抹了面 你西方国家和俄罗斯买? 不可能 第三个 应该是印度 因为这个 刚才说过 这个排名 是outdate 印度 应该是跌到第三 你可以向印度买的 但印度生产率 其实是不多的 但是印度有很大的缺点 我当它都是大概三千七百千吨 因为这个是一千吨 production in thousand tons 就是一千吨 你可以向印度买 但是 大家都知道 那些工业是一般的 它生产铝 然后 捉到一些价子 可以买给你 但是生产成本已经贵了 但是印度有很大的缺点 它那些电不可靠 电的供应 对生产率是很大的元素 所以我给你另外一张图 另外一些数据 这个数据就是 国家生产多少电 你会见到中国排第一 八个million的gigawatt per hour 第二就是美国 四个million 即是四百万gigawatt per hour 第三就是印度 但是印度 你看看 比起中国已经是那里的九条街 而且还要有这么多人 印度 所以印度用电是用不够的 它们的工业是 常常停电的 好像越南那样 或者好像以前 就是中国九十年代 食日停电的 所以它那些 它生产率 和生产家的可靠性 是很大的question mark 虽然它生产到 anyway 所以现在 中国出这招 是很明显地 可以玩残美国的 那你说 那美国 是不是本身 已经有 可以生产家的呢? 当然可以 但是它 是少量的 因为它已经 没有 没有什么鋁的厂 你看看 刚才那张 那张 那张 生产鋁的排名 中国排第一 第二是俄罗斯 第三是印度的 如果是最新的 不要看这个 就是 现在二三年 就应该是这样的 那你去到 第九才是美国 现在美国 我不知道 但是我相信 都是大概第九 第八 第十 那里已经差很远了 另外有人说 这些行家 这个是西方的人士 他就说 生产家 和这 可以的 当然可以的 由西方的角度 但是要起码十年时间 他们要 增加 鋁的production 和其他 金属processing的 生产规模 那这里 就 不是说 扔钱就可以的 因为 你始终美国 和西方国家 那些法例 又是很多 和有些是矛盾的 环保 工会 劳动 等等 那里 就算做一个 environmental impact assessment 即是那些 环保 影响报告 那里都说 最快到三四年 加上投资 建厂 那里 六七年后才可以 说开始到 你真是生产 你真是最快 最optimistic 是 十几年的 那刚才那个人 说十年以上 是说得对的 那 in the meantime 中国是继续 可以卖 一些 加和借给你的 但是 如果 查到 那些加 是变成 Galium Nitrate 然后用于 在 军事雷达 那里面 那中国就未必会 卖给你的 或者 卖到很贵 给你 三倍价钱 四倍价钱 特意玩 你 而且是拖到慢了 那个程序 那结果 美国 那百 即是每年生产 那百多只 的F-10 F-35 可能会跌到 五十只 或者四十几只 那现在的数据 就 那个储存量 因为始终 嗯 这些数据 有些 有些出入 就是看你问谁 中国就说 就是 中国政府 就是说 自己呢 中国里面 有 那些reserves 就是那些储存量 嗯 世界的八成八成五 者 加呢 就六十八 那production 就是生产呢 者 就是九十五 但是很高啊 加呢 就少很多 加呢 就是四十一的 这个production 因为加那里呢 很多国家 例如俄罗斯 加上印度呢 都有aluminium 都有铝生产 铝生产 铝生产就可以剩到加 和其他国家的 但是 是不是 一有铝的生产呢 就可以生产加呢 这个又未必的 就是说 理论上是而已 所以如果你只是看铝生产的排名 和那个数量呢 不等于加的 但是 可以是一个indication 就是一个大概 告诉你 你越多铝就可以生产越多加 美国呢 加上加拿大 就是北美 美加呢 因为他们地方大 他们也有很多储存的 但是他们 问题就是 没有那个生产能力 那个生产能力 已经没有了二十多年了 他们九十年代 和二千年初的时候 已经搬去中国 然后他们就不做了 因为这些呢 对他们来说呢 是一些低层次的工程 和科技 和一些技术来的 但是呢 因为他们宁愿搞IT 和金融嘛 但是呢 你过了一段时间呢 他们又 没有了 就是没有了这些技术 没有了这些知识 同时间中国那边呢 因为不停地做呢 就发明了一些新的技巧 新的科技 新的做法 新的工程 可以去 令到生产 当然不单止家和女者 生产其他金属 加上 包括稀土呢 和其他mineral mineral extraction呢 那就可以令到整个 chemical engineering 整个化工行业 是排第一的 大家有兴趣可以提一下 chemical engineering 化工 化学工程 或者化工 那个排名呢 中国每年呢 是排第一的 憑量 和专理 专理呢 就是等于那些新发明的 新发明 和可以做出来的那些量呢 全世界是第一的 这件事呢 很快地说一点 就是 邓伯伯 就是邓小平 80年代的时候 都是看中这件事 他曾经说过 我们中国呢 因为地方大 又多稀土 又多其他金属 一定要搞好这个行业 这个chemical engineering 这个化工这个行业 化工呢 尤其是金属化工呢 我们要成为全世界第一 等于沙特阿拉伯 出油 我们要出金属 和其他有关的化学 和物料 的确是做得到的 美国呢 看不起这个行业 结果就失去了 失去了 就让了给中国 中国就越做越劲 OK 那 就是少少背景资料啦 那说回现在 和将来的事情 美国呢 就是他们 由几年前开始 就知道 咦 你这帮死中国人 你这么聪明的 你们做化工这么劲 你们那些 弄半导体 虽然没有我们这么厉害 但是也跑得挺厉害的 你们都可以做到 28纳米和14纳米 7纳米呢 你都可以做到 但是不是 那个Yield 就是那个生产量 没有我们 没有台积电和南韩那么厉害啦 他们 就是美国就认识到 如果 如果 继续这样下去 中国 的半导体行业 就可以 爬 台积电和 Samsung的头 到时 美国就被拗底了 就害怕了 所以美国近期 大家都 有留意新闻 打压中国的半导体行业 这些可以 遲些再研究一下 想拖慢你们 中国整个半导体行业 不可以阻止 只不过拖慢 其中一个原因 其中一个方法 就是整个台积电 搬去美国 这些可以你上网查 那 因为美国还要害怕 一样东西 就是 台海一打仗 解放军 武统台湾 整个半导体 供应链 去美国那里 同时间想 按下你中国 中国现在出这招 这个 加者 的出口 管控措施 就是反这件事的 中国政府 是 看得到 这两只金属 是非常非常之关键 我要留在中国 留在中国 令到 其他厂 不单止 中国的厂 但是其他 亚太区的厂 包括 南韩的厂 日本的厂 甚至乎 台湾的厂 以及其他地方的厂 一定要 在中国那里 做投资 做厂 remain 在中国的市场上 还要不要脱离 中国的半导体 供应链 因为这两只金属 中国现在持续 一来 成本就上升了 一大部分 还要经过很多层 又要贵 又要慢了很多 所以 如果想做生意 如果想便宜 一定要留在中国的半导体供应链上 那 这件事 是直接 打回去 美国 想 造死中国的半导体供应链 然后 想搬去 同时间 搬去 在亚利桑州 有这样的出口管控措施 中国是 专丹做到 喂 你 只有我 只有我中国的 家同者的供应 你乖乖地留在这里 就没事发生 如果你想玩东西 像美国那样 就糟糕了 那些成本 会上升 会搞到你做不到生意 那就拜拜 你做不到生意 我本地中国的厂 就会很自然地 很快地 取代你 这样的 目的是这样 同时间 想禁止 那么多 家同者 进去 美国的 军工企业 那个供应链 那里 让你生产武器 又贵又慢 就是 全天下都知道 你美国的F-35 是来队我中国的 那我就 在最关键那里 做Q你 弄到你 不可以生产雷达 问你死了没有 这样的 这样的 最后说一说一点就是 中国有个官员说 现在只是开始而已 这个这样的 家同者的出口管控 只是一个warm up 正在热身 未来还有 陆续有来 这些措施 但是美国那边 他们打压中国的措施 就用得七七八八了 所以 现在就 轮到中国反击了 说了很久了 会继续 看着这件事 看看它 怎样 玩下去的 各方面 美国玩东西 现在中国就 玩回它 看下 看下 OK 就这样 拜拜